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 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 向世界各地华侨华人致以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参加会见 上午10时30分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想代表们挥手致意 同大家亲切交流 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参加会见 并在当天上午的大会开幕式上讲话 他指出 海外侨胞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 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力军 希望广大海外侨胞 携手同心 勇意前行 深入践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中外友好 积极促进全球发展与合作共赢 积极促进中外交流与文明互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 谱写新篇章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及负责人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届大会以融通中外 推动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参加大会 王毅 蒋座君参加会见 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腾建群先生 为什么党中央对侨胞和侨务工作高度重视 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如何凝聚侨星 发挥侨力 侨务工作是作为党的重要工作 也是政府的重要工作 而且我们专门设置了中央级别的这种协调机构 那么在改开放之后 侨务工作更是我们加强跟有关国家合作 加强对外联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一个重要的桥梁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也进入了新的时期 特别是面对的大国竞争 面对的我们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建设 和平发展倡议 都需要华侨的支持 所以从中国角度来看的话 一方面政府给予高度重视 对于侨务方面面的事务 给予高度的这种保护 特别是在外交口上 那么专门设立有这个安全师 那么对于我们的侨务工作 对于我们的对外的联系工作 都有具体的安排 中央也专门有侨办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政府还是我们党都是历来把侨务工作作为我们对外工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同时也加强对我们侨务的保护协调 也是我们新时期的一个重要选择 所以在当前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 应该说会继续强化 全世界侨民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对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安排 所以从整个一个安排来说的话 我相信在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之后 我们的侨务工作 我们的对外联系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所以不管从历史 从现实 还是从未来来看的话 加强 侨务工作 是我们党的重要的工作内容 同样也是我们改革开放 我们建设一带一路倡议 等一系列的具体安排的必要的保证 所以在当前形象召开这样一个重要会议 应该说是非常及时的 也是非常必要的 好的 谢谢滕建群先生